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是在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之内吧 一个多小时吧 有时候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玩两个小时以上也有可能 大概就半个小时 卡 卡吧 有时候会卡 亮度比较暗 信号不是特别好 手机会发烫 很厉害 电池发热 玩久了会发热 OK 看了这些路人的想法 我觉得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玩游戏的时间 肯定不会少 而且对于手机的配置呢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没错 最近这两年 手机的发展是非常迅猛 手游也是一样 所以说游戏手机成为了一个新的概念 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 那么根据数据去显示 今年4月发布的两款游戏手机 黑鲨和红魔 在京东首发的预约量 分别有45和28万台 那么黑鲨在首发的当天 还创下了超过34万次的搜索量 这个数据在同期的智能手机市场当中 只有华为的P20能够稍微领先一丢丢 由此可见游戏手机的发展 真的可谓是异常火爆如日中天 不过既然说游戏手机的品类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个品类在创新和设计的逻辑 又是怎样了呢 相信各位看了视频开出这个采访之后 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玩游戏的时候到底流畅不流畅 这个就涉及到一些硬线问题 既然说是游戏手机 那么常规参数不必多讲 大家可以参考这两张表格 那么在处理器方面的话 两款手机都采用的是不同的配置 在处理性能方面都属于是行业的顶尖水准 而且在游戏模式开启的情况之下 这两款手机都是全程开buff 一定不会降频 那么这一点对于追求性能的玩家来说 应该是一个福音了 那么想要拥有良好的游戏体验 屏幕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亮度 至少需要看得清楚敌人在哪吧 那么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这两款手机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值 屏幕的最大亮度都超过了500尼特 在实际的游戏过程当中 观感还是相当相当的出色的 续航方面的话 黑鲨和红膜分别配备了 4000和3800毫安时的这种大容量电池 既然是游戏手机 我们的传统的5小时续航测试 自然是要摆在一边不能用的 这一次我们就直接连续玩游戏的方式 来去看它们的续航能力以及发热量 那么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两款手机在玩刺激战场的过程当中 连续游戏时间都分别达到了231分钟和255分钟了 在玩王者荣耀这种配置相对要求不那么高的这种游戏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以达到305分钟和359分钟 差一丢丢那可就是6个小时 而且这个数据可以说在手机当中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在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到了这个发热的问题 那么这一边先来考考大家 你们认为手机的发热最佳温度是多少 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同学们肯定都知道 答案就是38度以下 这个黑鲨就采用了一个液冷的散热系统 红膜也有这个风冷的散热 而且这两款手机的背板都采用了大量的这种金属材质 还通过各种切割 让金属和空气有了更大的接触面积 来增强这种被动的散热性能 所以不得不说这两款手机的散热速度还真的是挺快的 都可以在三分钟之内恢复到38度以下 我这嘴都说嫖了对吧 所以说如果玩游戏你就烫手了 可以先休息一下下 就当是放松眼睛了 而且根据我玩游戏的经验 如果你长时间专注下去 大脑不放松的话 你会越玩越差 好了 配置讲完了 我们回到这个手机本身设计的逻辑上 你会发现旗舰机它都是水桶结构 每个硬件 每个功能亮点 都立正要做到标准线以上 你一定不能差 才能让消费者买单 那就是Do Everything的逻辑 而在游戏手机的设计速度上 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你只需要做到Do One Thing Really Good 只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就是除了游戏性能上能够满足消费者之外 其他的功能都可以放到稍微次一级的考虑 那么这是一种帐篷理论的设计思路 只要中间这根杆子足够高 这个帐篷就能支得起来 那么既然是Do One Thing Really Good 那和普通手机在ROM层次的简单优化相比起来的话 游戏手机显然要更进一步 这两款手机的侧面都有一个专用的物理按键 你打开之后可以让手机全程进入机械状态 所有与游戏体验相关的设置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简单的操作 而所有与游戏无关的内容 包括什么 短信微信通知电话通通被干掉 不会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受到额外因素这种打扰 让你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不过为了满足这种超高的游戏性能 一方面它必然会做出相应的牺牲的 你比如说不尽如人意的相机表现 没有办法放平在桌面上的这种机身设计的结构 还有了超过9毫米的厚度 那都是这两款手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有缺陷 同时我们认为也就意味着有改进的方向 如果说有一款手机可以保留现有所有的这些优点条件之下 还能将所有的这些妥协全部都满足 那么它一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钱包 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 但并不否认 这是所有游戏手机厂商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终游戏手机还是会和我们做的这种消费大众期间有所区别 但是在某些地方一定会有更加亮眼的特质出现 那么智能手机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人人都有 那么也人人都用 那么在我们很幸运地经历了智能手机发展大浪潮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细分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诞生拍照手机 音乐手机和游戏手机等等这些细分类别 而游戏手机作为一个越来越多游戏玩家的刚需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 京东作为一个国内最大的电子销售平台 开始网告了 很早就开始对这个游戏手机领域进行了探索 并且这个品类推动的过程当中 京东也取到了相当巨大的作用 黑刹手机在发布之前 就和京东签订了一个三年的战略协议 红膜手机也和京东联手打造了这个Nubia 京东超级品牌制 两款新品都在京东上面 采取了一个渠道独家合作的这样一种合作方式 不过在机会的背后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手机的老玩家 玩过的手机也算是比较多了 我 那么用手机在玩游戏呢 一直都是我其实存在的一个需求 但是呢 虽然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比例比较小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观察和感受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概念 你会发现到今天才开始火爆起来呢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行业的变革 都是产业链条集体升级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单一环节就能决定的 首先呢就是 以前除了手机本身的硬件性能差之外 还有一个方面是运营商的问题 比如网络不稳定 流量资费太贵 想要随时进行在线游戏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连下载或者是更新 其实都是奢望 那还有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 就是这个手机 智能手机普及率本身不高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不会进入到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升级 那么同时 现在整个智能手机和过去相比起来 我们刚才讲到了 已经大大的普及了 用户的使用时间也大大增长 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商业变现的机会 这些机会就会吸引着社会各界的资源 在原来不在游戏领域的杀入进来 游戏的制作 运营等方面也会有着巨大的投入和产 那么当这些优质的产品 在反补给用户的时候 用户在游戏的时间上就会更长 让整个产业链进向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但是在过去 问题存在于各个环节 手机性能 用户时间 游戏质量等等等等 非常多 在一个小众的圈子里面 反复的恶性循环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 王者荣耀就是另外一个典型的案子了 虽然说这款游戏饱受大家吐槽和诟病 但是它作为手机游戏 推出市场之后 其实也是做了巨大的贡献的 将游戏手机变得更加的硬核 甚至还引入了职业化的一个概念 当一个产业进入到职业化阶段的时候 就证明了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有很多人会为之付出努力 而从事职业的选手 一定是在可以养活自己的基础之上 赚到来自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名利双手 这是职业化和小众最大的区别 而手机游戏的职业化 也能从侧面证明 手机本身的性能的提升 以及游戏的复杂化和精密化的程度 都达到了职业化的高水平要求 你说就以特简单的游戏 很难有大量的人 长期的职业化去从事这件事 你比如说跳一跳 对吧 所以说游戏手机的行业 正在飞速的发展 以至于京东在2017年就成立了一个 京东游戏手机产业联盟 还制定了一个 京东游戏手机行业标准 我来个去 你听说过吗 电商平台做游戏手机标准 这也说明了这个行业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需要规范化和统一化 在实行的过程当中 由统一的衡量标准去参考 由于这个标准 已经推出了半年度的时间了 里面一些对参数的要求 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 不过据京东说 会在今年之内 对标准进行全方位的更新和升级 这些就是说 在众多的新品类的开拓和探索的过程当中 京东在细分市场的培育的方面 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联合了各大厂商 做大了市场 如今游戏手机的风口 京东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 相信有渠道平台去引领的话 加上手机厂商和游戏开发商 共同的努力 游戏手机在未来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OK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了 更多的科技生活方式的内容 大家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Zero.com 和我们的官方微博 Zero中国 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电源号 我的个人微博在 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吗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不重要 没关系 这两个手机还是很酷的 好 谢谢